歡迎大家出席香港便宜超級財群造賽典 今次的電台是港府英將電競業為泰國航空 對雙方或正方如土生紀念書養 或反方如水女書養 現在先介紹雙方便宜 即是正方如臨情家 第一次趟 第一次趟 陈家朗同學 第一副面 陳舒瑤同學 第二副面 陳俊恩同學 第二副面 蔡雪 我們很高興邀請了三位評論為時事比賽補分 他們分別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前副隊長郭建銘先生 第二副面 蔡雪藍學粵語辯論隊前副隊長郭建銘先生 第二副面 蔡雪藍學粵語辯論隊前副隊長郭建銘先生 蔡雪藍學粵語辯論隊前副隊長郭建銘先生 蔡雪藍學粵語 ø Pod綠 governor長郭建議 蔡雪藍學粵語辯論隊後 請就是說 主席評判、有邦同學、進出各位 大家好 在世界各地、不同國家的電競發展 已經同時分貢獲 而世界發展最好的拉遠維麗 當地的電子網路、遊戲 已成為能無經濟三大產業之一 輸有完善管理的職業園賽和電視轉播 而同時也都成為韓國主流貿易 已經構成全球最成熟的電競業點 並為韓國每年帶來數10億美元的經濟收益 並以美國為例 當地十分重視電競的文化 在2017年 美國至少有6間大學提供電競獎學金 北美市場一直是世界最大的電競市場 只要全球市場殺35% 反觀香港 現在香港的電競發展停滯不遲 並沒有明確的發展方向 目前電競隸屬於創新科技工 但目前它只要提供一些硬體支持 例如尋規的提供等等 但完全沒有辦法提供任何的軟體支持 和一些補分 如果香港政府要改變現況 就必須要將電競列為體育項目 而今天辯題中所講的電競 只要電子遊戲的比賽 達到競技層面的體育項目 而體育可以由身體性、機動性為主 亦可以由協調性、甚至是心次性為主 要衡量今天的辯題 就必須要證明電競可以符合運動的本質 同時亦都要有利電競的長遠發展 而今天我方贊成編題 基於以下兩大原因 第一 符合運動的本質 運動的本質是希望每家可以透過身體活動 來進行教育 並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 而足球為例 透過踢足球可以促進身體的協調 和增強條體合作的意識 而電競又何況不是呢 在物質方面 電競選手在場合比賽的時候 身體肺膜薄匯和馬拉松鼠手一樣 最高可以達到每分鐘160至180次 即是代表它攜帶氧氣的虛紅蛋白 比一般人當 培養能力亦更好 再者 職業電競選手還要求每天用半小時的時間 鍛鍊身體 絕對是一件輕鬆的事 除此之外 在非物質方面 它亦都可以訓練玩家的策略性和大路的思考 而策略性卡牌遊戲 而錄石專機為例 它可以令到玩家思考 怎樣用這麼有限的資源 扭轉局勢 而不是隨隨便便便可以贏得到 反規一些策略性運動 不如西洋氣和喬牌 其實確定和電競都是大同小異 仍然需要玩家去進行思考 再講一遍 亦都可以令到我們學會 什麼叫做團體合作 就像遊戲鬥爭特工 各人必須互相幫助 即使未成章比賽 因此電競是符合運動的本質 第二 有助電競的場面發展 現在電競目前是屬於創新科技局 而由於政府沒有給電競一個發展的方向 因此它們在欠缺 它們很欠缺現在它們歌友的產業元素 例如現在的撥款制度 和電競選手的薪酬代表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保障 幾乎所有的電競選手 每個月最低工資也只有2千元 甚至有很多電競選手 一團營之後根本就沒有辦法轉型 也沒有任何的保障 到最後只能靠做直播 來度過市區的生活 每個月最多只有賺到8千1萬元 再講 現在電競亦都沒有長期的計劃 所有的清分制度和梯腿制度 直到現在都仍然沒有被完善到 除此之外 現在香港的配套資源也是完全不足 甚至有很多香港電競選手 由於長期得不到官方認可 導致無法出國比賽 只能白白棄權 因此只有業界和政府互相配合 才能從根本解決它們的問題 能解決一不可 最後想問一下友方同學 如果今天香港要推動香港的電競法治 除了列為體育項目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呢? 感謝各位 主席、評判、創作各位大家好 等我先回答正方同學的問題 我方認為現在的發展已經非常好 現在是由科技創新局撥錢 給數碼港去進行發展 2018年的財政預說案已經撥款了港幣1億元 去提供金錢作為科技應用 電競賽事推廣等 這些其實已經是對於電競發展非常有用 然後等我開始了 首先等我為變態的字眼作出補充 電競全名是電子競技 指的就是用電子遊戲進行人和人之間比賽的競技 而且根據我委會 體育需要包含多樣因素 例如包含體能活動 以康樂為目的和具有普遍性 隨著科技發展 電競近年越來越普及 根據荷蘭市場分析公司 尼爾蘇發布的全球電競市場報告 電競比賽的觀看人數已經由2017年的3億人 增加到2021年的5億5千萬人 電競已經漸漸成為國際趨勢 有更加多人關注和參與 近年更加有人建議要將它列入體育項目 不過即使得到部分的支持 例如上年成為瓦加達亞運的示範項目 國際社會對這件事仍然有很多爭議 國際奧運會在去年的12月 表示要將電競清華體育 仍然填資上組 並且回去否決立入奧運會 有一些有電競發展的國家 例如日本 亦對這件事表示不以為意 我方衡量今天 是否應該將電競立入體育項目的基準 有兩樣東西 第一 本質合不合適 第二 電競有沒有必要 基於以下兩大原因 我方反對變體 第一 電競不符合運動的本質 而且做缺乏廣泛的認可 歐洲委員會體育協 將身體活動定義為體育必要的部分 但電競著重之力 以操縱電腦為主 可不可以取勝 就取決於選手可不可以在短時間內 採取正確的策略 即使電競有體能訓練 亦是用於應對長時間的比賽 國際外委會在去年的十二月 已經將電競立入體育作出討論 並發表公佈 表示即使個別的電競運動 涉及身體的活動 可不可以將它視為體育 並需更深入的討論 可見電競是否符合體育的本質 根本就成二 奧倫匹的憲章亦列明 奧倫匹活動的目標 就是要建立和俄和美好的世界 國際外委會否決將電競 納入奧運項目 原因之一 就是因為電競違反奧倫匹的精神 所以體育不應該和部分的電競互相合作 電競性質以暴力最受爭議 有三千多萬人觀看直播的英雄聯盟 全球營收突破20億美元的皇室戰爭 獲得最佳電競獎的鬥陣特工 最受玩家歡迎的電競 全部都是以暴力為主 他們都是以殺死對方對手角色 破壞對方的寶寧為主 在最大電競市場的中國 互聯網網絡訊息中心更加統計 受歡迎的電競遊戲 由此道中都是內容缺聲 以圖目的方式競技的遊戲 玩家有數量 從2013年的40%至2017年的62% 第二 利用體育目的未能針對現在香港的需要 而是發展做法更加好 現在政府對於體育有精英化、普及化和食事化 三大目標 精英化支援體育運動員和各別的體育項目 但香港體育學院的計審與準則 是按奧運、亞運和世界賽這些表現 決定是否達標 電競都還未立入奧運項目 現在根本沒有足夠的成績去滿足評審的要求 在最需要支援的時候 要先得出成績 這樣不是強人所難嗎 相反 現在負責創新科學的創新科技局 全同塑馬港支持電競法治 更能針對電競現在的需求 它已經向塑馬港復分了一億元 更能滿足盛事化和普及化的目標 最後想問一下有方同學 將電競利益體育項目 是為了全民參與保留遊戲嗎 多謝各位 謝謝 沒有的話 正方請派出一位便宜作公便 請請選擇 自由選擇 凡方一位便宜絕合則商 主便 主便 好 正方方便該事業 有兩分鐘的時間 請 請 先簡單問題一條 有可能承不承認電競有它的可取之處 承認 好了 既然承認有它的可取之處 有可能今天主便的時候 就跟我們講電競發展成熟 為何不純粹推銷中國捧入這個項目 我方認為體育的發展是需要更加努力 但我認為現在由科技 創下角 本身已經承認了電競體育項目 為何自己也承認了電競體育項目的時候 為何不將它納入呢 為何要出來納入呢 我方認為將它不納入 現在由創新科技局 撥錢給數碼國有限 好了 你剛才說出一個比納入更加好 對電競更加發展有利處的方案 就是現在的方案 就是由創新科技局 撥錢給數碼國 正正看 香港已經撥了錢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我打算你 其實原來我們今天見到 這個創新科技 只是給它一億元 原來是根本不夠的 那請問 是否覺得現在這樣就怎樣夠呢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太院的陳審制度 是要參加奧運 亞維世界賽這些比賽 才有 可以計分 才可以 原來我們今天看電競運動員 最低的薪酬 只有2000元 電競運動員 連冰飽還沒人解決的時候 為何說它成熟了呢 我和我從來都不認爲成熟 原來有行學主已經說成熟了 現在發入行業還未成熟 今天我當然想怎樣 我現在再問多一次 原來今天有行 就覺得這個 電競化的成熟 就不需要納入 但原來今天見到 有些選手出國之後 因為沒有運動簽證 所以就沒有辦法比賽 去到比賽場地就要棄權 那有方法 現在的情況如何解決 有方法 我覺得這個方法 不是納入體育項目就可以解決 如果這張運動簽證 只要奠記體育項目 就可以拿到這張運動簽證 那為何納入體育項目 就不能解決問題 有方法是論證 因為現在 有方法明白嗎 如果納入體育項目 不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原來納入了就拿到簽證 那納入了之後 答到不答不到目的 但這個只是同學 有方同學自己說的 有方同學認為 立入體育項目 就能解決一切問題 但有方不明白 我沒有解決一切問題 我沒有解決一切問題 有方同學的主題 就提及了 在電鍵裡面 那些損手的心肌和馬拉蟲 跑上一樣 根本想問他們的身體活動 是不是一樣 但現在看到的是 電鍵損手做的 和普通運動損手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有方同學正面回答我方的問題 他們的身體活動 是不是一樣 電鍵損手每天 都有半個小時 是用來鍛鍊身體的 有方同學已經開始鬥圈了 而他們的電鍵身體的原因 就是因為在電鍵的過程中 他們基本上不需要一共身體 如果不是 為什麼要做出額外的訓練 請有方同學再次回答 和馬拉蟲和他們的身體活動 是不是一樣 其實電鍵損手 他在進行遊戲的時候 他需要一定的身體機能 有方同學 我們所謂的身體機能 是否只是在用手 在健康上考考打打 如果是這樣 我們考試 我們來辯論 是否都可以列入運動的一種 體育說的並不是單單是 身體機能 而是包含了策略 還有 試一下能力就像國際 有方同學 如果是這樣 我們現在辯論 都是一樣有地方主義所謂的 團體活動 一樣都有策略 我們在想要怎麼比賽的時候 一樣都是包含了這些因素 那我們的辯論 現在是否在進行英國運動 想說很便宜 我覺得應該 如果是這樣 世界上所有的項目 都可以列入運動 有方同學不覺得這樣 是相當方向和可笑的嗎 首先有方在身體活動這方面 已經是否說了 我可以再問一下有方 其實政府目前已經批納了 1億的資金 去發支電競 這些錢是否不足夠 是 有方同學知不知 現在政府只是撥1.6億的錢 去給體員 甚至是用14個隊伍 去掛分1.6億的資金 這樣對電競來說 是否還不足夠 1億是不足夠 電競選手退役之後的轉型 有方同學有否留意到 現在政府只是撥1.6億 去給14個運動項目 如果將電競列入運動項目之後 電競與另外14個隊伍 掛分1.6億 對電競來說的資金更加不足夠 是否反而會拖替電競的發展 對電競來說 其實這些是 時間結束 工廠還是結束 現在兩國政府是要去公佈 你有3分鐘的時間 準備我才應該隨時去 對電競列入運動項目 對電競列入運動項目 影響力高 立入體育項目之後 就可以起到一個大力的作用 做成一個火車頭 令到其他人 可以更加了解體育的意思 但我們現在看回 以往社會聲音會發現 每一項的體育運動 其實無論是運動性還是策略性 都必定會有反對的聲音 所以有方同學 今天根本就是違反 疑犯對立入體育項目的要求 門立一再推高 有方同學又跟他們說 電競是會傳達 暴力血腥的訊息 帶來兒童的思想 但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拳擊和劍擊這兩樣 格鬥人的運動 亦都被人移入了這個體育項目 按照有方同學的意思 是不是這兩項目 應該不立入體育項目呢?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 今集說不出 電競和體育本質的分別 在有方同學的眼中 電競的意思其實今集變作則 根據國際體育聯合會的定義 一個體育運動 是需要符合以下幾項條件 第一,有競爭要素 第二,對生命體沒有傷害 第三,不包含刻意為 比賽設計的運氣成分因素 而且正如參加過亞運會的 電競選手張宇晨在採訪中所說 電競的競爭屬性 和傳統的體育項目一樣 需要強大心理素質和抗壓能力 同時亦需要長時間的反覆訓練 可見電競本身屬於體育的一種 電競當中也包含了策略性的遊戲 最主要是希望選手可以利用 努力思考而如何勝出 就像皇室戰爭一樣 靠的是大腦思考能力和策略性 即使現時大部份的體育項目 都是以身體活動為主 但並不能代表全部都是 因為同時亦有不含身體運動的努力運動 就像國際象棋和喬牌為例 這兩項活動更加已經被 國際歐林克克委員會列為體育的一種 策略性電競項目當然也算是體育的一種 而電競本身的運動力一點都不低 電競選手來頭講過 電競需要的集中力、肌肉活動能力即時反應都相當至高 如果比賽僵持的話 總算耐力和堅持 與傳統的體育項目相差不遠 由此可見電競選手的運動量 是足以與運動選手相比較的 對於一萬目來說 即使電競的運動量還高 才看回現時已經比立入 體育項目多時的高爾夫球 雖然對運動量的要求也不高 但仍然是公益的體育項目 因為奧林克克精神最主要的一項 就是所有人都有參加這項活動的可能性 既然電競符合體育項目的本質 那為什麼有空同學不願意把電競列為體育項目 推動電競行業進一步發展呢 還有有錢不是大散的 多謝各位 主持平賦的友方同學上授 各位 大家好 首先回應友方同學 你問我們是否沒有錢就什麼都做 是否有錢就大了 我們想說是否沒有錢 其實沒有錢就萬萬不能 我們看到有朋友在跟我們說 電競其實跟體育項目是沒有分別 但我們完全看不到為什麼它是符合哪些條件 如果有朋友說它有勁 說它對身體無害 但其實我們已經看到對身體是非常有害的 因為電競是會導致上癮 但其他的體育項目是沒有一些正式的病毒 其實今天有方由頭到尾 只不過在跟我們說電競和體育原則上有很大的分別 體育是在乎實質的身體活動 但電競是以電腦操作為主 兩者根本不可以相提並論 事實上電競本身的肢體活動非常有限 但肢體活動正正是體育項目不可說它的基本條件 如果我們將單門電競的絕毛僅有的手指活動 而將電競列入體育項目 那難道玩麻鷹捉雞也算是體育項目 然後今天有方由跟我們說 玩電競的時候可以令到心跳加速 令到你脈搏上升 那難道我去玩鬼屋玩火山車也算是體育運動 然後有方由說只要有合作就算是體育項目 我們玩辯論 就算上班我們做一些團體合作的事情 是不是已經算是運動呢 另外港府根本不必要將電競列入體育項目 有方今天跟我們說 一定要將電競列入體育項目 才可以有一些軟體的培訓 但有方根本也證明不到 為什麼一定要將電競列入體育項目 才可以令到電競行業 可以進一步的發展呢 因為沒錯 香港發展電競的確比輪延的國家遲得多 但發展電競已經成為大勢所趨 所以我們一定要急起直將 但當然是否一定要將電競列入體育項目 才可以達至這些效果呢 我方見到的是 現在香港體育學院分錢 分錢給現有的體育項目已經不多了 相對地如果你將電競列入體育項目之後 就更加少的錢 就在2018年的財政預算案裡面 政府已經撥款港幣1億支持本利的電競產業發展 一半是用來做電競場館 另一半的資金是用來培訓人才和支援業界 同時數碼港頁都推出多項措施 例如電競實習支援計劃 以及電競行業支援計劃 去支援一些業界參與電競行業展覽會和境外交流團 還有去支援一些培育一些業界的人才 由此可見 其實現今的香港政府對電競產業的發展方向 已經有明確的計劃和實質行動 事實擺著牙齒 現在政府將電競定為創新科技 回歸創新科技規管 也有實質資源分配給電競 正正因為電競沒有被列入為體育項目 分類資源反而更多 反之如果我們將電競列入為體育項目 分類資源就會更加少 對電競來講之前少了 發展的球隊也會慢了 難道這樣是有方想見到的結果嗎 多謝各位 正方第二步便 你有三分鐘的時間 不准你用車站的選擇 主席評判長各位 大家好 原來今天一開始的價值觀 真是錯了 真是有錢大了 為何不順手推周 把電競推入這項目 把電競推入這項目 有可能一方面說電競成熟了 但一方面又說電競沒有錢 那究竟電競是成熟了 還是未成熟呢 今天有方說電競沒有錢 又說它成熟 那其實納入了 跟這個付不付錢 其實是沒有矛盾的 我們可以一方面把電競列入體育項目 令它能夠有更加好的地位 另一方面可以令它有更多資金 今天有方說發展體育項目 自己也承認了要發展電競項目 他自己也承認了要發展 那為何不將它列入呢 今天有方說電競列入之後 就會分薄的錢 其實有方說可以以下一個比例來概念 今天有人就是病死 但會將有更多的錢 比其他人 所以我們等這個人病死 不用管他 今天有方說電競的本質 跟體育背道而似 但有方說根本就不理會 運動真正的本質 在奧運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流一些汗的射擊 也可以看到撞到頭髮血流出人籃球 可以看到其實體育不單只是局限於 運動量有極大的運動量才是體育項目 因此實際上體育也包括身體反應 和心理的鍛鍊 而電競就可以鍛鍊反應速度和抗疫等等 正正符合體育運動的本質 如果按照有方說法 要有很多的運動量才會符合運動的本質 其實射箭、射擊和射人棋 這些供應的運動項目 都應該被人剔除在外 今天有方說一些很荒謬的事 就是電競會令人沉迷 所以電競納入體育項目是錯的 但是先不說 凡是沉迷都是相同的情況 今天有方說的事 就好像一個人通家用菜刀斬人 於是有方就跟政府說 你要做的是禁止政府 叫政府禁止生產商生產菜刀 而不是最好監管的工作 但是實際上 賽刀是用賽刀的方法 而不是賽刀 政府應該做的是 教人如何正確使用這個賽刀 有方說法就是 恩肯費食的舉動 最後想問有方學 其實這個籃球沉迷了之後 都會帶來很多的害處 其實有方覺得籃球 都應該沒人剔除去看這個項目 其實比賽來到中後段 大家不可能從你的角度看起 看看你現在這些電競運動員 所遭遇的情況究竟是怎樣 現在政府對於電競的軟配套絕無僅有 甚至曾經有選手千里條條 去到比賽場地之後 竟然因為沒有一張運動的簽證 沒有辦法入場而被迫棄權 由於對於電競運動員的保障 是鳳無論國 一個普通電競運動員的薪酬 連基本的溫飽都未必能夠滿足 這些問題全部由於電競 未必進入體育項目 因為電競沒有辦法 和普通特殼的一個相同的對待而產生的 對於贊助商會接著贊助購衰 有更好的清分機制等等 如果電競產業員根基電競運動員 都沒有辦法獲得應有權益和幫助的時候 電競這個隨隨升起的新升 就會被好像有行的人所厄殺 還有各位 大家同樣走出香港 港鄉西街 原來有4300萬人觀看英雄聯盟這個電競項目 而去年更加有1.9億人自認死忠粉絲 會經常觀看 多謝各位 記憶 記憶 mafia 先生 我檢察 有機公議 有布置 我擁護 其他卓 市場 mest 村 主、豬灣 俄 dagger 你 培訓有多些軟體去實現把電競這個項目發展得更加成熟 但想先說回有關同學剛才二本所說的清分 其實現在港大的專業進修學院 也有提供首個電競科學文憑科程 收生的情況更加十分離實 這是不是正正可以解決有關同學所說的清分問題呢? 其實到二本的位置可以很明顯看到有關同學和我方 都很同意致敬所帶來的理處 就像有關同學和我方主編都提及到 其實都可以促進到經濟的發展 但可惜有關同學今天看的實在是過分之偏面 根本就沒有論證將電競業運動的必要性 有關同學在運動原則方面已經說不過去了 在公平環節有關的一副竟然說可以把辯論這個項目列入做運動 請問有關同學我們現在在世界上做的所有事 是否都可以列入運動呢? 我們在學校作文的時候 在短短的限時兩個小時內 要完全千幾至二千字的作文 那這個是不是可以算是極限運動呢? 我發現也不可能電影帶來的種種好處 所以有關同學作為政府必須要論證的是 是否唯有透過運動的這個途徑才能得到的所有利益呢? 我方已經論述了很多次了 電競業如今無列入運動 一樣是政府重點發展的項目之一 例如政府已經注資了一億元去支持本地電競行的發展 包括遊戲開發、科技運用和人才的發展等等 有關同學擔心的是資金上 甚至是教練、人才軟體上的問題 不是通通都可以透過資源解決嗎? 有關同學一直在問我方是否有錢就大了? 我方現在看到電競所最需要的就是資金上的發展 如果有了資金的話大部份的問題都可以解決 有關同學說只要將電競業進入運動 我們才能出戰世界上的比賽 有關同學有沒有看到在亞運將電競業進入示範項目的時候 香港亦是有派代表出席的呢? 所以有關同學在這方面亦是說不過去的 有關同學也論述到現在很多奧運的運動 例如是劍擊、拳擊等都含有暴力的成分 但那些運動的暴力是否像電影一樣要以摧毀對方的角色為目標呢? 今天國際奧委會主席亦表示 每一場運動都是源自人與人之間的交際而比拼 所以運動是以絕對文明的方式去呈現 以殺死某人為一個準則的電競 並不可以與奧林伯克提倡和平的精神所相互 可以雖然運動都有競技的成分 但起碼不會像電影一樣 經常都要殺死對方為終身目的 而且電影同事也會影響選手的心理和思維 例如可以導致上癮和心理疾病 世界各身組織更加將電影列入為電競失調症 的確很多選手都會因為長期的過渡訓練 而造成嚴重的傷病 但某童有沒有體力其實影響的不僅是電影的選手 更加是日常的事物 就好像今年九月 就好像今年八年的九月 江蘇有一個十三歲的學生徐天賜沉為俗稱食雞的絕地求生 他都無妨遊戲跳降落山的開場 竟然在四樓的家一躍而下身亡 這些例子有沒有與蘭國規劃的電影 還能提供到一個好處嗎 多謝各位 各位方可自由派出一位或多位電影發言 而每位變理員必須在本文字發言 如本文字結束時裝俱人士發言 有變元還未發言 各位變元一方將會被評判扣除五分 請問雙方有問題 若沒有的話自由變元 自由的時間開始 請雙方便解釋一位免員 阿姨 時間是三分鐘 今日方便說 今日方便自己已經承認了 他們可以入跳項目的 另一方面就說不可以加入 另一方面就說不可以加入 另一方面就說入跳才可以說的話 請問方便說 說出同列入校有甚麼分別 一方面我們就是看到如果連入 我和母車才能做到的事情 而且我方一直都沒有同意過 要將電競是一個體育項目 因為它跟母本質不同 現在我想問雙方同學 你剛提到的馬拉松 和電競的身體活動有否分別 可能有方便是我方的問題 我方再問多次 今天雙方一方面就說 這個電競不用裂入 但一方面又說電競裂入了才會做的事 請雙方說出 你現在這樣做和裂入組有甚麼分別 雙方同學 我方說的所有東西都是說電競 是不應該列入體育項目 而且我方也不明白 有些我們剛才說的 有些甚麼 列入了體育項目才可以做的 我想問是有方同學 現在電競的項目有很多 和暴力成分 是否可以列入和平的業縮 我想說 回到同學的問題 我們有看到的 古代的弓箭用來寫 是寫一些新裝 亦是流血的 但這個弓箭由古代流傳 到現在亦是寫一個運動遊戲 請問一下有方同學 另一次主編也跟我們說 電競選手是需要做體能的 但主任教也跟我們說 電競選手不需要做體能 今天有方同學是怎樣的 我們是說 為甚麼電競選手要做體能 是證明到 因為他們真正做的項目 電競是沒有涉及大的運動量 所以他們是要保障他們 所以才要做這些 鍛鍊一個正常人的身體 今天有方同學說 要有運動量才算是體育項目 但原來我們看到 體育項目裡面 有西洋棋這樣的項目 有方是否覺得西洋棋 都一樣剔除在體育項目之外 不是的 我們看到西洋棋 好像中國企這樣 它不是一個國際認可的運動 純粹是 是一些部分國家 所以他們的國家才是體育項目 所以他們的國家才是體育項目 但今天有方也相反 也證明不到 就是說 一定要將電競列入做體育項目 才可以有簽證 才可以保障到電競選手 才可以有運動 那為甚麼 到底有方也證明不到 為甚麼一定要將電競列入做體育項目 才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其實現在我們作為一個創新科技 都一樣可以給到簽證 都一樣可以做到更多資源 去保障它的行業 我們可以看到 是西洋棋 國際象棋 和橋派這類的努力運動 已經被奧委會立為了體育的一種 而且沒有簽證 而且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沒有簽證 其實根本就給不到錯 是被被人兵權的 有方證明想再次問一下 為甚麼一定要進入項目 才可以有得到簽證 為甚麼現在不可以有簽證 還有有方證明再次問 根據有方證學的思考方式 是否世界上所有的活動都可以做體育呢 是否因為我們寫字 我們要用很多的運動量 我們心跳的家庭 所以都要稱為運動呢 今天回到有方證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因為這個電競 根本就沒有任何官方認可 因為它沒有官方認可 導致簽證簽不到 到最後去到那個地方之後 都被人百百氣拳 回到有方證的問題 他就問我們寫字是否算是一個運動呢 其實今天有方證很好笑的 他把所有的準則 一個篩選的準則 全部拆開來看 就是認為 只要符合其中一個準則 就可以了 其他運動再符合其他兩個準則就可以了 是否這樣呢 有方同學 我想問一下 有方同學 其實我們做模擬試卷 其實是全部人一起做 是會計分 是會分出第一最高分 第二高分 這些全部都是競賽的模式 而且是要大量的運動 需要自問 需要訓練 需要很多的時間去練習 我問問是否這樣都可以 立入體育學問呢 如果有客人做試卷 是會跟其他人合作的 我方不介意 將他列入體育項目 變成其實都需要合作 所以我方認同 變成列入體育項目 好了 我們再問一下 如果你真的想把他列入體育項目 之後 那就令到他的資源更加少 現在我們已經說了很多次 香港體育學院 現在每年政府只給1.6億 還要只給14個體育項目去分 全國那麼多的體育項目 已經有很多的體育項目 是沒有錢拿的 還要是越來越少 那你怎樣可以保障 立入體育項目 還可以拿到那麼多錢呢 這個呢 其實一開始是官就是錯了 因為現在不夠錢 所以我們就不讓人進去 而不是給多些錢 其實這個說法是怎樣呢 我們在街上看到有大型氏菇 有急救站 原來我們現在看到有垂死的人 因為為了省一點 救那麼多的人 所以我們就不讓他進去 不夠他 就是白白死他 好嗎 我方認同學 我方認再次說明 現在已經有1.1億 是勃發了非電子競技 而相反 運動以後14個項目 分享1.4億 請問同一方同學 為何這樣 為何現在這樣 不是有更多的資源呢 為何要負入體育項目呢 譬如現在他自己分為1.1億 其實是有更多的資源 我方認同學 我們可以看到的 其實1.1億 根本就不足夠去振興這個電競行業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現在我們要做的 並不是給多些錢給人 而是希望他列為這個體育項目 讓他自己這個電競行業 可以自己和其他國家比賽 來賺取自己 應該有獎金回來 而那次由一方同學 所以當然是全部靠政府 好啊 但是有方同學 你有沒有想過現在 正式的1億光發炎時間結束 反正27秒可以拍出來 其實因為有方同學 不斷反映智商貌困的錯誤 其實有方同學所想做的事 反正我方的盡責都是做到的 其實今天的辯題是你已經成立的 多謝各位 特징室 正式的3億光發炎時間結束 自合變得充滿時間結束 你現在可以拍到 我想問我是使用外語會不會扣分 反而是使用不錯 剛剛好比賽 正式的四方 在自合的側面上 是否認得OK的 例子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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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我是慢性�도 還是評判增長? 現在是見不準備時間,所以多過一分鐘準備時間 準備時間,準備時間,準備時間 第四曆 預記時間結束,申請反方結合總結 逆四分鐘的時間,準備好申請的前置 第一天放學,我想約我朋友小明出街,他跟我說要做運動,我再問他做什麼運動,他跟我說電競 主席評估長的各位,大家好,聽下去是否很歡樂呢? 但如果香港政府將電競列為體育項目的話,這個話會經常聽到 今天我們雙方都同意推動電競在一件好事,也都很清楚知道它為香港帶來很多經濟效益 不其點指是我們應不應該將體育項目發展 但我方不明白的就是當現在香港政府將電競列入創方發展得好好的,有足夠的配合的時候 為何還要特意列為體育項目發展呢? 其實比賽來到這裡,我們看到有可能我發了幾個謀誤 第一,在主編的時候,他們跟我說電競和運動其實本質是相同 他們看到他們有協調性,有策略,有團體精神 心跳也非常快,就像馬拉松一樣 但我們現在看到,有很多東西其實都有協調策略和團體這三個東西存在 例如辯論,他都有策略,策略,團體精神和協調等等 我們民憑士要做的綜合練習都是需要這些東西 這些是否叫做運動呢? 有方同學竟然跟我們說,變量其實都可以列為運動 其實是非常科目和可笑的一件事 有方同學跟我們說,電競和馬拉松的心跳是一樣的快 我們不斷在訓練他們身體運動是否,身體活動是否一樣 有方答不到,因為他知道馬拉松和電競根本質是不同 馬拉松是真的一個體育,而電競原來不是一個體育 有方同學講到長遠發展來說,如果電競列入體育項目是會有益處 我們現在看到,他們跟我們說電競現在在香港是缺乏制度 背套不足,但我們現在看到香港政府已經搏了一億元 給數碼港去發展電競,其實是非常足夠 就算是真的不足夠的話,其實電競也可以在創科方面去拿錢 繼續發展下去,我不明白當運動這件事已經用1.6億去瓜分14個隊伍 而且電競跟運動是本質不同的時候 為什麼電競還要刻意列入體育項目來發展呢? 今天有方同學其實只是看到表面的東西 但我方看得更加深入和全面 我方今天看到電競用電子遊戲鬥技,不著重體色能鼓吹暴力 根本是不符合體育應有的元素 在原則上是非常之大的分辨 而且政府已經向數碼港撥款了1億元去為電競比賽提供資源 例如場地等等,其實是非常足夠 根本就沒有這個必要性 有方同學都沒有論證到 有沒有一些只是列入體育項目才做到的事情 他們一直都沒有說得出一次不跌的體育項目 這是在創科方面發展,但有方就是瞞不講理 都要政府將電競隔入體育項目 那方其實都很希望香港可以急起直將 追到其他國家的電競發展的步伐 但是現在有方想將一直以來在創科給的 退步都不要列入體育項目 從頭來過,看來其實很不符合邏輯 放棄創科資源強,憑將體育資源放進去 一些不是體育的電競,將觀利大 究竟是否應不應該有必要呢 因此今天便是絕不成立,多謝各位 謝謝 中政方業面所有時間都沒有3分35分 我時不需要多分 中政方業面總結了四分中的時間 準備到程序計算 先讓我們再能打電機 先讓我們打電機 先讓我們打電機 今天想要向小明說一下 他在打電機,而不是打電競 我們今天開始受影觀點錯誤 有沒有跟今日說電競等於平行打電機 中國全壹大學,南港學院講過電競 不等於打人 在副立藝校的陸教師,橋港英國 我介紹過,打遊戲是相對於普通玩家來說 其實實際的意義,類似於一種娛樂宵展 電子競技是相對於職業選手來說 一種對抗競技,比賽勝利就可以為戰隊拒落保 甚至是國家贏得獄票 類似於愛運會上獲得獎牌 所以電競不等於平打遊戲 今天有方同日說電競的本質是和運動本質不相同 第一方同日只不過是滑地圍爐,不思盡取 就是看今天我方同日主編表演講過 運動本質是希望玩家可以透過身體活動進行教育 並建立正面的法治觀和運動的態度 而電競也是如此,跟一般的運動一樣 需要相當的啟動和手褥協調性 需要做到高難度的動作 所以電競的本質應與一共同一樣 一開始就說已經足夠 但後來就說錢是不夠的 那可見你方同日的立場是什麼呢? 然後後來就說你1.6億是足夠的 但又說進去之後評分是不夠 那究竟今天想怎樣呢?有不可能說 今天方同學說電競只不過是同意獨弱 令電競似乎變得只有壞處 所以就不應該立入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運動和電競本質相符 其實現今香港電競發展已經不是一年兩年的事 現在可以看到很多電競選手都發展在記憶力 修復協調性和老師考等等都要普通的選套 運動選套無異 而唯一的差距就是電競使用電腦 而運動不是在現實 由此可見電競和這個項目本質相符 可能你可能今天覺得電競的行業很美好 但我方想說的這個自白為糖化一片 因為政府欠缺電競的長遠發展難度 除了人來說根本不可以改善 今天再來看看電競這個項目是出色的人才 還是社會的認可 因為香港電競並不算缺乏人才 缺乏的是政府的領頭支持 例如現在缺乏全國性的專業比賽 只有政府的支持才會改善聯報 政府應該吸取撥款和加添清分計劃 即使有多少熱誠的電競選手都好 都不可以改善香港電競行業被聯報 說到底電競是否真的不應該被列入這個項目 相信大家在聽了我 右方和右方的辯論之後 就在這步驟 不如同大家環繞世界 提供改善各地的電競發展 韓國籍電子競技協會經營策略管理局 副理理原則的自由專訪指出 發展電競最重要的事情 是社會應有共識 營運電競是一種競賽的玩樂 而如今他們的電競事業已經發展得非常成熟 它是比世界所認同的電競國家 可見如今電競發展已經逐漸成熟韓國 即是靠著認同電競文化才成功 香港今天不斷列出的 位置電競事業是違反、違反 其實原則是一個 加入一口混亂口所帶來的背後價值 但今天康哥的例子 他們的文化已經慢慢蒸蒸入上 如果今天香港可以做到 香港對電競的態度 是否可以令香港文化更上一層呢 其實今後方前面已經講過電競和文化相符 而現在香港和世界各國的電競又有相當的發展 為何香港不順手推走 令電競列為體育項目 使得電競事業更進一步呢 各位 同席 合唱 einz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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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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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